在中国排协最近的裁判员培训公告中 球迷们看到一个有些熟悉又挺陌生的名字 江欢欢 他和王小川未捷一道 被推荐参加亚洲国际后补裁判员培训班 经常看比赛的排骨们 应该会注意到这位漂亮的裁判 而他更为球迷们熟知的身份是 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袁智的爱人 两人一个194 一个184 身高 样貌 家世都很匹配 可谓天作之和 于2012年结束了八年爱情长跑 共同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育有一子 彼时由于有比赛任务 直到儿子出生第五天才见到了小小智 而后上调到国家队辅佐郎岛 女排的训练时间则更为紧凑 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长期的分离使得儿子都不认识爸爸了 每次回家都奶生奶气的喊叔叔 可见排球人的不义啊 要说江欢欢也属于排球世家 而且是很显赫的那种 他本人曾经是复旦大学女排主力 父亲江博音曾经也是国手 后来执教过辽宁男排 并担任过中国女排的领队 与主教练郎平一同征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收获了一枚宝贵的货银牌 母亲齐立侠也是排球名宿 是老女排的首任队长 也是辽宁女排首位女性教练 曾执教中国国庆女排 后来入职恒大女排辅佐过郎岛 目前仍未离开排球 在四川滋阳执教 肩负四川参加2023全国青年运动会 2025年全运会青年组比赛任务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江欢欢走上排球路也是顺理成章 目前他是国家一级裁判 参加过培训后 可以向王子凌看齐了 成为一名国际级裁判 不过要成为FIVB级别的裁判 得慢慢熬 一个萝卜一个坑 前面的不退 也没办法晋级 在这边